阿弥陀经要解禁空法师主讲一年一月四年三月 请先开经本第十七面第一行 第一十名此经已能说所说未明 从这个地方开始是本经的五重悬议 五重悬议是天台宗讲经的方法 这就是在未讲经之前 先把这部经的概要先提出来说明 使听经的人还没有听到这个经的全文 先对于这部经有一个概略的认识 这样才能够培养听经的兴趣 同时也能够在听讲的当中 掌握到这个经文的重点 那么天台家用五个科目来介绍 全经的概要称之为五重悬议 悬就是经中悬庙的议理 在中国自古以来 讲经的大德很多 而介绍全经概要的方法也有许多种 而流传至今最为一般大众所欢迎的 确实只有天台宗 除天台宗之外 还有贤守宗 贤守就是华严宗 那么他介绍全经概要比天台宗复杂 他用的是十条 十个科目 我们称他做十门开喜 十条比这个五条就要麻烦很多 所以后人喜欢简单 所以后人喜欢简单 无论是讲经 无论是注经 都喜欢采取天台家的方法 那么到近代说经 这个讲经跟注解用天台的已经不太多了 为什么呢 看到他这个五条纳 还是嫌麻烦 现代人是越简单越好 现在人讲经多半用一个讲经的因缘 然后就解释经题 这就入了经文了 所以是越来越简单了 偶艺大师年轻时候学天台的 所以他老人家许许多多的注数 都采取天台的方法 那么这一步要解也不例外 好在我们的道场是常年讲经的道场 有许多都可以省略掉不必再介绍了 我们现在看这一段文 那么这个经题是明 明就是经的明题 经明解释经明 这不经是以能说的人 与所说的人作为经题 佛是我们娑婆世界说这不经的人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呢 是释迦牟尼佛所要为我们介绍的一个人 所以这个经题里面呢 是单人议题 七例选题在此的也不必多说了 他这个题目里头 只有人没有法也没有比喻 单人议题 或者此土能说之教主 即是迦牟尼成大悲愿力 生五着恶事 以先觉觉后觉 无法不知 无法不见者也 那么这是解释这个佛字 佛是此土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能说法的教主 这个地方的教室教学 是教人 主 就是老师 教化主主持这个教学 创办这个教育的人 这个人呢 就是释迦牟尼 释迦是姓 慕尼是名 前面也曾经跟诸位同修提过 诸佛菩萨没有一定的名号 不但没有一定的名号 连一定的相貌也没有 这才称之圆满报身 如果这个佛菩萨身相只有一个 相那就不能叫圆满了 圆满是什么意思呢 正如同仁言经上所说的 随众身心应所知量 众身喜欢佛是什么相貌 看那个佛就是那个相貌 假看的这个相貌 以喜欢那个相貌 以看佛就是另外一个相貌 所以佛不但没有定名呢 所以能更加多了 并且是否也不许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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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